像西面那边主要是以工业为主 是以工业为主的 那同时我们现在走的这边呢 就是刚才从我们住的酒店叫银泽区 叫银泽区 所谓银泽区名字的由来呢 是在这个五十年代之后吧 所这个改名的 因为太原在历史当中有一道城门叫银泽门 其实提到银泽呢 最有名的是太原那条街道叫银泽大街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那条街道就修成了长达十里宽达七十里 当年全国烧架来讲 可能北京有一条长安街 就是十里长安嘛 但是呢除了北京之外 就太原就修了这样一条街道 我们当时还协项把它称为是太原的长安街 而这个银泽的名字也是由法德来的 那么像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到了我们太原的北城区一带 这里叫尖草坪区 是以工业为主 是工业为主 那么我们一会儿在走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我们右手方一侧 有冒这个烟囱的地方 有冒烟的地方 那里就是我们太原的钢铁厂 叫太钢银的地方 就昨天想让给大家所提到过的 你看那里 华拉 好